大家好我們是030 我是吳品貞 我是言語秀 我不是蘇填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天地能查小單元 我是主持人阿希 今天我們的單元是 Five Time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绘马 然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绘马另外一个可爱的用途 人们有时候只是纯粹 想将解开题目时的喜悦 或是学会算术这件事 看成是神明或佛祖的负质 而满怀感谢的奉纳绘马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两位可爱的来宾 分别是来自金城国中热爱算术的淡定A同学 我们欢迎A同学 我在这边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说昨天是明天的话 今天就是星期五了 那这里的今天 也就是真实的今天是礼拜几了 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答案 集结法 如果说我们结论中的 昨天是真实的情况 移到现实生活中的明天 也就是明天是礼拜十 那今天就是现在的礼拜三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结论中的明天将它移到真实的昨天 也就是今天是礼拜日 移到题目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它会有不同的解答 这就是数学奥妙的地方 那在书中它有两道题目 像左边这一道的话是国中非常经典的集合图形 这个图形的话它会有非常多推演出来的算式 那既然是国中那我就不再多说了 在我右边这边的话 这倒是春海想要出给官校尔挑战的一道题目 那这道题目非常的特别 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因为这道题目古解 这很简单 这是我其中一种解法 那我在这边讲一种更简单的 它既然说大小房间相处为7分之30 那2R也就是大房间 那大R就是小房间 两个相处7分之30 2消掉 小R除以大R等于7分之数 小R比大R大 不可能啊 所以这道题目矛盾了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非常用心 为什么呢 你看第一点 春海到神社的时候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遗题继承 这本书就是源自于它之后提及的成节记这本书 从成节记这本书从1941年版本开始有遗题继承的情形 而第二点天元也就是它原本的职业棋士 它原本是下围棋的 天元指的是围棋的正中央 也是它之后所研究的北极星 那当时有一个数学非常有名的叫做天元素 也就是现在所知的未知数 当时也是关孝和将这个天元素发扬广大 之后写了一本杰弗T字数 然后接下来讲的招杀数 就是它出给关孝和真实的题目 可是那道题目 因为招杀数我们我目前还没学到 所以我没办法解释 那简单来讲的话它之后在寿实力有用到 相传是许恒与锅手镜就是用三次找杀数所制作出来的 OK 我们非常感谢A同学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热爱算术精通天文的B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疯狂的B教授 我今天要带领大家起来破解关于春海在制作寿实力上的两大谬误 首先第一道 当时春海在观测北极星时 他并没有考虑到为什么当时寿实力在中国是名差 但为什么帮到日本就变成谬误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和日本的纬度不同 由此图例来说我们内用内挫脚和护鱼的关系 我们可以得出我们观测北极星的羊角 等于我们所在位置的纬度 在破解第二道面误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我的偶像 克普勒先生 利用克普勒先生的行星三大运动定律 我们得知近日点和远日点的运动速度并不相同 举例来说从秋分到春分总共是175天不到 但从春分到秋分却是186天有余 这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得知近日点和远日点的运动速度并不相同 可是当时的春海并不知道这个观点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 看到小说里面的这句话 近日点和远日点也在徐々的移动 满脑都充满了问号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起来破解这个疑问吧 在破解这个疑问之前 我要再介绍一遍我的偶像米兰科威奇先生 就米兰科威奇先生的地球 轨道偏心率 轨道偏心率是地球到太阳 因为木星和土星的引力作用下所造成的轨道 并不会一直都保持圆形 也并不会一直都保持椭圆 而它的变化周期在10万年 在10万年间它有个规律的变化范围 经由米兰科威奇先生的观测 我们得知偏心率等于 椭圆两加点距离处以长轴长度 而目前的偏心率是0.07 虽然它的周期是10万年 而变化差值是0.0546 这两个都是极小的值 但足以在立法造成大大的改变 OK 我们非常谢谢激动的比教授 OK 最后我想为大家做个总结 少了数理或天策的其中一下 天理就无法成立 刚刚我们的A同学跟B教授印证了这件事 就连错误都可以创造可能性 B教授就是在疯狂的退导下 他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寻找他自己的方向 这就是数学 最后我再为大家做个总结 今天当你的才能大于1 放进括号平方里 肯定会变大 谬误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正的负的 放进括号平方里 肯定是会正的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天地明察 看见数学 我们就从天地明察开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主持人阿希 我们再会 谢谢您三年队的表演 接下来我们请于书军老师提问 谢谢你们三位 那个叫做稍微count down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这本书当中 其实是从这个主角 他的他喜欢围棋 然后开始把数学 以及这个历法 天文历法结合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一点数学 跟天文方面的关系 你觉得数学到底是 在科学或是天文当中 在办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数学就是一切计时的开始 对就是书中有三个东西 分别是围棋 分别是算额 围棋跟天文 然后绘马就是算额 就是代表春海那个时候的热忱 那是他算数的热忱 然后围棋是人定的 然后天文是历法定的 不是天文是天定的 那这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数学是一个很棒的桥梁 建立在他们中间 好那另外两位同学 我想请问一下 假如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样把这本书看到的 apply到 进入到你现在生活当中 我想这本书里面 前半部是数学的部分 那后半部就是天文的部分 那既然说他讲到近日点跟远日点 来栩栩移动 我发现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用在 就是我们的上课内容的话 因为第一个课本 其实我们当初上第一个课的时候 老师没有讲到这一点 然后就是我们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这一点 至于用在生活的部分上的话 生活由我来补充 像米兰克威奇的那三大地律 其中有一个睡差 所以它就常常被在 用在古建筑的那个定 它如何建造的时间 因为它有关系到一些地球的运动 然后你可以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用太阳的阳角来判 就是古建筑的一些通风口啊门啊 都会用太阳的阳角来做判定 所以经由睡差就可以来测定 所以它的建造时间 对它就是在古建筑的生活应用上 然后我再讲一点就是 现在我们上第一个课 之前也有上过同群课 那同群课非常实用的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北极性的阳角 可以探测你当时的维度 好我最后还是在做个总结好了 就是关于这本书跟数学的关系 我觉得数学对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生活上 你平常就在算三角函数算什么什么 那太麻烦了 我觉得数学对我的意义就是逻辑 我看事情的逻辑 做每一件事情的逻辑 我都需要数学来帮我训练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 好谢谢 谢谢 谢谢教授 谢谢030队的回答